土旺松的问题 他要请教老师是 他有关他的小黄瓜 小黄瓜他的精部 会有卤白色的一些液体流出来 然后他发言说 他这个精部算是 主干颊薄分的 他会拼起 拼起之后呢 他会干掉 他发言说有春相 他这怀疑 我会想象就是这个薄分 造成的 如果是要怎么放在 这应该不是啦 这个拼起这种 一般来说春相 他如果是有 直接是不是 这个 直接对这种小黄瓜 造成这个危害 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么明显的 一种这个记录 所以这个阿博 印象里面他应该不是 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 尤其在小黄瓜里面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种的困难 他那个白色的流氧 有时候是透明透明 咖啡咖啡 有时候当然你運气好是白色 大概白色的是 这种这个 这个 这种叫做 植物他本身为了要去抗病 所以这种东西他会给他挤出来 他会挤出来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白色的豆是没说很要紧 在这个 回归里面 我们有一种 一般来说就是说 也是这个营业粉丝 营业粉丝有 一种大眼春相 这种春相 这其实他这反而就是一种的一个天敌 他会去 去吃这个粉丝 所以这应该含春相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 他那个白色的这个地方 这种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种 他很有可能是这个万枯病 万菇啦 这个 如果是对万菇变 他就是白色的要流氧流氧 当时是透明透明 后来刚才出来稍微白 就会变成纏咖啡色的 浅咖啡色的这种的这种 所以 在这里来说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应该是 还有这个万菇变 有很大的关系 你可以用这个 吃鸡肚不太严重 用吃鸡肚保障 现在有中心一定要用 一点保利美术 还是说用保利美术 而是说亚托民 来替他 并说你放在这种浪费 先刷来做这方面的 这个放在这种 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 这一定要比较快 因为这种速度很快 他如果是有购买到 他来很快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必须 如果是会打伤 就是表示你油 有控制掉了 不然他就一直流氧 到月后就离他 就聚他 这要小心 这一般是 如果不要太 对面所谓的部位 如果不要太核心 在管理上 那一般是都要够好 如果是对面 很核心 吸气又更重 有时候这个会不会回来 这确实是 我们看到这个经营是这样 这提供给我们好朋友 做参考